就在阿塞拜疆的分离地区 纳格尔诺卡拉巴赫 正在面对史无前例的军事和政治压力的同时 当地一个燃料仓库突然爆炸 造成严重死伤 至少20人死于非命 这场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 当地自封自治区的管理单位透露 除了超过20人死亡 更有290人受伤 数十人伤势严重 有不少伤者只能够送到驻扎在当地的 俄罗斯维和部队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